在2017年的一档相亲节目上 来了一位身价10亿的门童 男嘉宾长得十分帅气 穿着也很得体 男嘉宾一上台就自我介绍到 大家好 我是一名门童 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父母催得比较急 所以来到这个节目 想给自己讨一个老婆 主持人调侃道 讨老婆还是第一次 在这个节目上听到 男嘉宾也只是微笑一下 没有说话 一位女嘉宾问道 男嘉宾 你说的门童是指酒店门口的迎宾吗 男嘉宾回答道 是的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迎接客人 给客人拿一下行李 开一下车门 工作比较轻松 女嘉宾接着问道 男嘉宾 你现在多大了 我感觉你现在还挺年轻 为什么要去做这么清闲的活呢 男嘉宾回答道 我去做门童就是因为工作比较轻松 没有考虑那么多 毕竟工作的目的就是挣钱 既然有轻松的工作 我干嘛去做一些比较累的工作呢 能吃上饭就行 主持人调侃道 男嘉宾还很佛系 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未来 又有一位女嘉宾问道 男嘉宾现在做门童 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 有没有考虑换一份工作呢 你是觉得干什么无所谓吗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男嘉宾回答道 我一个月能中五千块钱左右 没有考虑过工作 毕竟门童这份工作 还是很轻松的 干别的也不会 我觉得能吃上饭就可以 我没有什么大的追求 就想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女嘉宾听完这话 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灭掉了灯 一位心直口快的女嘉宾说道 像你这种人 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你除了长得帅 还有什么长处吗 对自己的未来 一点规划都没有 成天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 你能给你未来的老婆 想要的生活吗 男嘉宾说 我觉得一个月 五千左右的收入不算低 许多公司的白领 一个月的收入和我差不多 而且我认为 未来的生活 需要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努力 而不是只靠我一个人 要是我的女朋友 只会在家里做饭 打扫卫生 不能体谅我的话 我为啥不去请个保姆呢 女嘉宾回怼道 你觉得你一个月 五千块钱的工资 能请得起保姆吗 你还没有保姆工资高呢 男嘉宾回怼道 我请不请保姆 和你有什么关系 像你这种拜金女 我一点都不想和你说话 再说了 我又有我自己的规划 我当门童 是为了积累经验和人脉 一位女嘉宾讽刺道 你说你干门童 积累人脉 你感觉那些有钱人 会记住你这个门童吗 说的倒是很好听 你觉得我们会听你忽悠吗 男嘉宾没有再理会 这位女嘉宾 又有一位问道 男嘉宾 我比较现实 你现在有房有车吗 男嘉宾回答道 我现在还没有车子和房子 我现在还和我的父母 住在一起 男嘉宾话音高落 就有不少女嘉宾灭掉了灯 男嘉宾接着说道 我虽然是门童 但是我是在我们家里的 公司里当门童 我确实是没车没房 但是我也不缺别墅豪宅 我之所以不说出来 是因为我想找一位 爱我的女朋友 而不是爱我的钱 我也不想靠家里的财产生活 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美好的未来 此话一出 场上的女嘉宾 争先恐惑地发言 一位面灯的女嘉宾说道 我很欣赏你的上进和独立 我愿意和你慢慢地了解 又有一位女嘉宾说道 我觉得我可以 给你很好的帮助 我大学学的是金融 我可以在事业上给你建议 也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我觉得你很不错 希望你可以留意一下我 男嘉宾说道 还有女嘉宾要发言吗 又有一位面灯的女嘉宾说道 男嘉宾 刚刚我是不小心灭掉了灯 你要是愿意和我交往的话 我可以到你的城市 和你一起努力 看着在场一个个败金的女嘉宾 男嘉宾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讲述了男嘉宾的情感经历 男嘉宾的前女友 以她十分的恩爱 可是没过多久 两人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女朋友对她越来越厌烦 更多的时候是要钱 后来就分手了 男嘉宾说道 我感觉在场的女嘉宾和我的前女友 没有什么两样 爱钱胜过爱我 我很失望 我宁愿一个人生活 好好做一个门童 在出租屋里过着平淡的生活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女生 说完转身离场 只剩下在场的女嘉宾懊悔不已